第一看他開槍的部位在哪裡 就知道他有殺意了 他如果往下 這個下半身的話 那當然應該是沒有殺意的開槍 但這個不是 這個都從頭 心中 尤其胸部跟頭 所以這個一定是有殺意的 他開槍的位置 他都從胸部跟副部先開 他知道怎麼殺人 所以我會想說就是你穿這段落後 住在胸部還是腥蓋裡面的大血管 住在大廚房 因為那都凍膜 所以一直噴一直噴 所以你的胸部住在水裡面 就不會傳開 變成一個血凶 你不能呼吸 因為我們呼吸是靠空氣 不是靠水 水不會傳開 所以變成血凶 叫死去 所以是被血淹死的概念 對 溺死 中槍以後很痛 幾乎不能動 你就可以再補好幾槍 所以這個是標準的作法 沒有啦 主要 第一 看他開槍的部位在哪裡 就知道他有殺意了 如果往下 這個下半身的話 那當然應該是沒有殺意的開槍 但這個不是 這個都從頭 心中 尤其胸部跟頭 所以這個一定是有殺意的 還有他開槍的位置 他都從胸部跟腹部先開 所以表示他的槍法是還可以 但是他知道怎麼殺人 如果說你如果槍法不好 你就開頭 開不到人跑掉 你就開不死人家 你就害死了 所以不一樣 境外殺手因為都比較準 他們都練過 都練家子 所以一開始他就直接從頭打了 而且開槍不會超過三槍 因為他怕引起人家注意 所以他啪啪啪就跑了 你不聽不懂怎麼有人開槍 你怎麼這樣 人就死了 所以沒什麼樣子 人家的殺手 他們才練過 他們都練家子 都很準 我們台灣不行 因為你沒這麼準 你打不到人家跑掉 你這個失敗 你這個工作就失敗了 所以一定要先打 先打給我 因為這個不停 還好痛 還痛 中槍以後很痛 幾乎不能到 你就可以再補好幾槍 所以這個是標準的作法 所以研判是境內的殺手 境內殺手 那像雙肺血胸死亡 雙肺血胸是什麼意思 雙肺血胸就是你穿著拌下來 拌到肥膜或是腥膜裡面的大血管 然後拌大廁 因為那都動毛 所以一直噴一直噴 因為你的胸腔有一個熱毛和胸毛包 所以你裡面一直包一直出 這個毛子剛才變一個爪子 把這個放在裡面 所以你的胸腔 不會是浸在肥水裡面 就不會轉開 變成一個血胸 你不能呼吸 因為我們呼吸是靠空氣 不是靠水 水不會轉開 所以它變成血胸 就叫死去 所以是被血淹死的概念 對 逆死 逆血而死 像這種死法 它是不是很痛苦 要看速度 我來說意思 你要大條很大條 它流得很快的時候 一天再噴差不多 差不多一千四十幾 胸腔的時候 這差不多五分鐘就死了 你如果說 慢慢的疹 噴到一千四十幾 差不多百點鐘 就痛苦了 就慢慢在那裡 啊 穿不起來 啊 穿不起來 對嗎 看速度的問題 速度的大小條 最重要 越大條越近 怪獸 我們 我們 其 我們 我們 有